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八分之一淘汰赛的一场欧洲内战中,瑞典队一比零击败的瑞士队昂首兴起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。 这也是瑞典时隔四十年之后,再度做到这一撞去,作为著名的素有北欧海盗支撑的瑞典,虽然在欧洲独坛一直都是一支净旅,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强队,尤其是在瑞典巨星一步退出国家队之后,并没有人能看好瑞典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所作为。 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瑞典从预选赛开始,就接连创造奇迹,不断用一个个冷门让全世界球迷对他们光目相看。 在世界杯日选赛欧洲区的较量中,瑞典凭借自己强悍的整体实力,提掉了西日传统豪门荷兰队,仅仅落后给法国队一小组第二,杀入到了欧洲区的附加塞。 此后,他们再度爆发巨大能量,而这一次倒霉的则换成了2006年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,在两回合的附加赛中,被认为稳稳进军世界杯的意大利包呢被瑞典淘汰。 在预选赛就干掉了荷兰和意大利两大强队,瑞典的晋级历程,可谓相当传奇。 到了世界杯在场,瑞典的神奇光环依旧在延续,小组赛首轮他们击败了韩国后,第二轮也险些包围面冠军,德国逼上了绝境。 而小组赛莫伦他们成功三比令,战胜墨西哥以小组第一岗守经级16强,而因为瑞典的搅局,心态崩盘的德国意外的输给了韩国,导致小组赛就达到恢复。 而今晚面对世界排名第六位的瑞士队,瑞典队的实力上也属于下风,但这一次他们在都上演了逆袭,在一场颇为沉默的比赛中,他们最终脚牙战胜了对手。 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得以言是,或许瑞典队的基础风格并不讨人喜欢,但他们顽强的斗志,和不惧强敌的拼搏精神,却相当让人钦佩。 下一轮他们的对手将是哥伦比亚和英格兰的胜者,在淘汰了这么多强队之后,相信谁都不会再小瞧瑞典的战斗里,让我们一起期待北欧海盗继续在俄罗斯的赛场上,给我们带来奇迹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